哈喽大家好 我是DAR 今天这部影片我们要来聊 明朝1.2版本会推出的两只全新限定角色 香药以及折芝 目前两只角色的引致爆料技能 当然因为两只角色目前都还在测试阶段 所以这部影片也就只针对 目前有爆料得知的消息去做介绍 那1.2版本目前预计会在8月14日推出 以官方发布例会的顺序来判断的话 在1.2上半版本会首先推出的就是折芝 折芝是冷丁属性应感宜职业的角色 如果有打算抽折芝的玩家的话 我画面上也先放了折芝会需要的一些突破材料 以及技能素材 大家也可以提前为折芝准备这些素材 折芝的普通攻击会拿出毛病挥舞攻击前方的敌人 比较特别的是他的普通攻击最多就只有3段 而且在折芝释放重击的时候 他的普通攻击段数是不会被打断的 折芝的公明技能释放之后会对一定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 公明技能即便在空中也可以直接释放 在公明回入能量条达到60点以上的时候 释放公明技能的同时也会召唤鹤鹰左跟鹤鹰右 折芝的天赋叫做灵运 上限是90点可以靠常态攻击或者变奏技能来恢复 使用重击或公明技能可以消耗灵运来召唤鹤鹰 有60点以上的灵运的时候使用公明技能可以召唤鹤鹰左跟鹤鹰右 有30点以上的灵运的时候在一些情况下使用重击 像是蒲公第三段之后 公明技能之后或者空中使用重击 闪避后使用重击 就可以消耗30点的灵运召唤鹤鹰中 当场上有鹤鹰存在的时候 折芝的公明技能会被替换成 伤害之笔或者记忆伤害之笔 这个鹤鹰会作为像标记一样的方式 在折芝释放完公明技能之后 直接瞬移到鹤鹰所在的位置 前两次的瞬移可以给折芝叠加一个 记忆的状态持续8秒 有两层记忆之后 第三次的释放则会消耗掉这两层的记忆 使用记忆伤害之笔造成一个更高的伤害 最后折芝的公明解放 格恩莫特飞非常像 使用之后折芝会召唤默鹤出来协同攻击 只要在场的角色攻击到敌人 每秒最多可以触发一次默鹤的协同攻击 默鹤最多攻击21次 然后这个效果最多持续30秒 能够造成吸头伤害的共鸣解放技能 让它非常适合我们前一期有推出的精细 然后刚刚提到的伤害之笔的共鸣技能 还有这个共鸣解放的效果 它们的伤害都是视作普通攻击的伤害的 最后折芝还有一个跟 银铃长铃几乎同款的演奏技能 在释放演奏之后 可以给下一个登场的角色 冷凝伤害加深 以及共鸣解放伤害加深持续14秒 假如后续有推出其他冷凝属性的角色 折芝也可以很好的辅助到它们 那目前来看折芝这种能够 顺引来顺引去的玩法还蛮有意思的 两个固有技能还可以分别让 折芝释放生癌之笔的时候 获得最多三层的6%攻击提升的效果 以及给下一位登场的角色 15点共鸣能量的恢复 主要的玩法定位是一个-C 在释放大招招也能够造成 非常高额的后台伤害 推出之后理论上会是精细以及羚羊 目前最好的队友 假如想抽折芝专武的话 专武的效果能够无条件提升攻击 以及在释放共鸣技能之后 在场期间获得普攻伤害加成 最多36%的效果 填奏离场的时候 如果有着三层的效果的话 会移除全部的层数 并且使不在场的时候 获得52%的普攻伤害加成 持续27秒 完美契合折芝让他在场的时候 共鸣技能能够打最多的伤害 立场的时候共鸣解放也能够有很高的伤害提升 好了呢 关于折芝的一些技能武器介绍 我们就先简单聊到这边 接着我们来看到香蕊药目前有释出的一些爆料技能消息 不过在留香蕊药的爆料技能以前 目前有不少内鬼消息都指出 在1.2版本的其中一个活动 香蕊药是可以免费获得的 当然这项资讯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不过相信在不久后1.2版本推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能不能都免费拿到这只角色了 香蕊药是五星导电避凯职业的角色 需要的技能素材跟独播材料 我一样放在这边 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先去提前刷取 香蕊药的普通攻击 总共可以进行最多五段 技术的共鸣技能非常简单 就是向前挥凯一段伤害 香蕊药的共鸣回路 有几种不同的效果 首先第一个效果就是 香蕊药天赋条的演算效能 达到100点的时候 香蕊药的共鸣技能 会被替换成第二段的阴阵 使用后会消耗所有的演算效能 造成的一段伤害会比一般 点按共鸣技能伤害要更高 这个伤害是视作共鸣解放伤害 演算效能的上限是100点 可以靠常态的普通攻击 或者基础的共鸣技能来恢复 香蕊药在释放完共鸣解放之后 会对敌人造成一段伤害 并且变身进入洞见的状态 在洞见状态下香蕊药会获得三个换方 就是你看到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的方块 在此期间的普通攻击 会被替换成输击 堪破 一个可以打三段的伤害 公鸣技能也将被替换成一向万输 一个蛮逊的多段连续动作 最后还有一个像下入攻击一样的动作 共鸣回入从原本的演算效能变成超算效能 超算效能的上限是5点 在5点超算效能的时候 共鸣技能会被替换成万方法则 会有一个像是创造方块领域一样的效果之后捏碎敌人 造成大量被视作共鸣解放的技能伤害 同时也将消耗一个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的幻方 全部幻方消耗完的话才会退出像一样的共鸣解放状态 而获得超算效能的方式也非常容易 普攻命中 共鸣技能命中 或者空中攻击命中的时候都可以恢复 那这边的空中攻击 像一样在释放完共鸣解放之后 在共鸣技能之后 短按普攻就可以接上这一段的空中攻击 不过正常像一样在变身之后的三段普通攻击 都有命中敌人的话 就已经可以恢复5点的超算效能了 最后演奏的效果能够让下一位登场的角色 普攻命中的时候 像一样去协同攻击 这个效果会持续8秒 每2秒可以触发一次 最多打3下 总结来说像一样的推出之后 会作为队伍中的主C 也跟目前绝大多数的主C 像是安可卡卡罗或者季炎他们一样 开个大决之后会有一个变身的效果 而且在变身期间 整个技能模组 从普攻 共鸣技能到共鸣回路 都会有一套新的动作 新的机制 过游技能的两个效果则分别可以让 像一样释放完共鸣技能之后 获得最多叠加4层的5%导电伤害提升 以及在共鸣解放期间 有抗打断能力提升的效果 其中抗打断的能力 如果有玩过卡卡罗的玩家 应该非常希望玩卡卡罗的兽 也有这项能力 再来像一样的专武效果能够提供 全属性伤害加成 释放共鸣解放之后 获得共鸣解放伤害加成48% 像一样各种强化版的共鸣技能 基本上都是算作共鸣解放伤害的 所以共鸣解放伤害的提升 对他来说也比较大 最后在释放共鸣技能之后 可以延长这个 共鸣解放伤害提升的效果 持续5秒 最多延长3次 让这个效果最多能够持续23秒 好啦那以上就简单看完 目前爆料出来的 折制以及相一样的技能 当然一些技能或者数值 在目前测试版本中 还是有可能会去更动的 不过角色大方向技能的释放 应该是都不会再做更动啊 1.2版本推出的两只角色 有没有哪一只是你特别喜欢的呢 如果有任何关于折制 向药想要讨论的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这部影片就先聊到这边 看完喜欢 千万别忘记点赞订阅 我是大海 我们下部影片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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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